说来也是这么个脸,这神仙他也要脸啊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那确实是件寒碜的事 不过这大火要是烧了水神殿呢 这主管北方的水神真武大帝 这脸啊,他更没地儿割了不是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在前面的几期啊,咱们分别讲了讲这慈宁宫和昆宁宫 在紫禁城当中闹出诡异传说的宫殿 这些的宫殿里住的都是当年中国最荣耀的女性 不是皇上的妈妈呀,就是皇上的亲媳妇 那么因为什么这些地方就会闹出这些诡异的传说呢 今天啊,咱们不着急讲这个 咱们要到这慈宁宫后边啊,去看一看皇上的御花园 您是了解我的,我要是去御花园啊 我也是不会去关注那些花园内的美景 我肯定是啊,找那些有传说有传闻的地方 接着啊,给您讲故事 御花园当中的主体建筑啊,叫钦安殿 这钦安殿啊,虽然不是皇上办公居住以及礼仪的宫殿 但是它看起来啊,还是那么的威严 为什么呀,您看啊,这故宫里的宫殿虽然很多 但是啊,真正带小院的可不多 您看这座钦安殿了没有 它单独被围墙圈了起来,就证明它的重要性 这钦安殿啊,在建筑格式上也是比较特别的 它建在这个汉白玉的须觅座上 屋顶呢,是重沿路顶 并且在殿前还建有爆煞 我先跟您透露一下啊 这座钦安殿啊,跟紫禁城内其他的建筑啊有区别 这里边的功能啊,实际上它是一座道观 我想我这么一说呀,很多好朋友会有疑异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这只有一座钦安殿 那我们呢,就可以把它称作为是供奉着道教神像的一座宫殿 既然它外边还造了一层的小院啊 那我就只能认为它是一座道观了 您看这院里布置的,它也确实像一座完整的小庙 您看啊,它有香亭一座 两侧呢,还有夹杆石 并且啊,在院落的东侧,还有一座焚波炉 也就是说呢,在这院子里,不但啊,要给老神仙烧香 而且啊,还得行不行子的呀,焚烧一些芝麻香克什么的 您再瞧啊,钦安殿的这些个望住蓝板 还有这个石台街旁边的汉白玉丹壁石 都已经风化的很严重了 为什么呀,因为这是明永乐年间的产物 并且我跟您透露一下啊 这整座的钦安殿啊,也是明代的产物 也就是说呢,这钦安殿呢,成功的躲过了明末的战乱和后世的火焕 说了这么热闹,这大殿里供的是什么神仙呀 哎,您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着火了吧 这里边供的呀,是真武大帝 也就是这北方的水神啊 所以说呀,这很多人就传闻 这真武大帝呀,确实是有灵性的 您看啊,故宫哪都着过大火 唯独这钦安殿啊,供奉水神的地方 他没找过火 说来呀,也是这么个灵 这神仙他也要脸啊 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那确实是件寒碜的事 不过这大火要是烧了水神殿呢 这主管北方的水神真武大帝 这脸啊,他更没地割了不是 这北方啊,属水 真武大帝既是水神,也是北方之神 所以呢,这钦安殿就建在这整个紫禁城的北端 并且,这紫禁城的衣室建造者 明城祖朱棣啊 他本身就认为自己啊,是真武大帝转世 所以才在紫禁城的最北端啊 修建了这座钦安殿 里边供奉着真武大帝 林桥啊,这玉花园的面积啊 其实他不大 他占地啊,一共才12000多平米 东西横巢140米 南北啊,才80米 比很多的江南园林啊,那小了去了 但是呢,在这小小的玉花园当中啊 可不是只有这钦安殿一座庙宇 还有一座小庙啊,知道的人就不多路 在钦安殿墙外西南角啊 有一座假山露台 在这露台的后身上啊,还有一座小庙 这座庙啊,通常人不得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从这路过的时候 还以为啊,它是个亭子呢 这座小庙啊,叫四神祠 从外形上看啊,它确实比一般的亭子啊 还要略小一圈 它是这么八九层间的一个建筑形式 不过呢,一眼就能看出 古人对着四神祠的重视 四神祠开的是个北门 在北门上啊,这么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 还修了一座爆煞 一下子就体现出这四神祠的档次来了 和紫禁城其他辉煌的建筑相比啊 这四神祠确实是不太有名 不过呢,我想很多朋友啊 对这个场景肯定是眼熟的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门口啊 和小皇上溥仪拍过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流传很广 谁拍的? 就是那个溥仪的老师 英文老师,庄士敦拍的 这庄的爷呀,可有意思了 以后啊,咱们单开出一节来讲他的趣闻 今儿咱们在这儿啊,就不多交代了 咱们呀,接着说,这四神祠,您是不是早就好奇了 这建筑面积方圆,不足四平米的一个小亭子 它里边供的到底是哪四位神仙呢? 又是什么样的神仙,才能挤挤落落挤在这么一座小小的殿羽当中呢? 这第一个说法啊,说的是四方神 也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这个说法啊,我首先就不信 为什么呀?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气势辉红的青安殿呀 它里边供放的就是玄武大帝 而这玄武啊,也叫真武 这玄武大帝呀,放着那个好好的青安殿不住 难道说上这儿跟那老哥仨一块挤通铺来吗? 讲不通,也不符合道理 再有一种说法呢,供的是天象神 也就是风雨雷电,也有人说是风云雨雷 总之呢,是天象之神 不过呀,这也不可信 这几位神仙呢,可都是先部的正神 神通道教的明大皇帝 怎么会把这几位大神挤在这样一间小屋子里呢? 这个说法啊,也不合理 关于这四神祠里供的神仙啊 我倒是有一个看法 这里边啊,供的是五的门 什么叫五的门啊? 这五的门啊,就是狐黄,白柳,灰 四种动物精灵的神仙 说白了呀,就是狐狸,黄狼,侧猬,蛇,还有老鼠 这会儿啊,肯定有人骂街 说,哎哎哎,你这骂题了 人这叫四神祠啊 你这不是五的门吗? 这不是五个神仙吗? 可是您这事儿得那么想啊 您想这紫禁城里边啊 它有什么呀? 它只有黄狼,蛇,侧猬和老鼠 这是城里的城中之城 压根就没闹过狐狸 也就是说呢,这狐仙爷啊 在城外的溜达 他管不着城里这片 据我所知啊 这个宫里的太后娘娘啊 还有这些公主太监 都对宫里这些生灵啊 心有慰藉 所以呢,在这儿供奉这些地仙呢 我觉得是完全合理可能的 有人说了 你这样说有证据吗? 没有 不过呀,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一个人编的 我还是听评书门的一位老前辈讲起过 这位先生啊,就是田战义先生 说起他呀,这可能啊名气不大 不过他师父老厉害了 谁呀,就是袁阔城袁三爷 田先生啊,爱说点宫廷历史这方面的评书 他曾经就说过呀 这宫里的太监宫女啊 还有这帮妃子们啊 供四的门,不供五的门 胡黄白柳灰啊,这东北叫五的家 在华北的很多地方呢,叫五的仙 我呢,就亲自去过这个季县的奇山蓝水洞的五仙洞 在那儿呢,供的就是胡黄白柳灰五位神仙 因为这宫里啊,进不来狐狸 所以呢,这儿啊,只供四的仙 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四仙词礼供奉的,就是这四位神仙 黄白柳灰 也就是说,黄狼刺猬,耗子,还有这大长虫 紧赶慢赶啊,这玉花园的故事 其实咱还是没讲完 咱们今天啊,讲这玉花园里的两座庙宇 您瞧这个四仙词了吗 这可能是北京市啊,最小的一座庙了 您要是知道北京城啊,还有比它更小的庙啊 您告诉我一声 哪天啊,我就颠颠颠的去拍一个小片 然后啊,讲故事给您听 我是天天挨这儿啊,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天儿不早了,其实咱就到这儿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